欧文和安踏终于官宣了 狂潮第五代实战初体验 一起来看看 讲真的如果不是因为欧文签约 我还没有冲动穿这双鞋去实战 因为我感觉这双鞋真的太稳了 狂潮系列它一直以来兼顾之一个 就是外场实战的这么一个理念 确实这双鞋它外场的抓地力 我觉得是非常好的 尤其是在我这个场地 我觉得灰还是蛮多的 确确实是它能够把抓地力 给发挥到很极致的一个水平 我认为它的抓地力呢 起码是有90分 透气性的话我觉得还算不错 起码呢在夏天这种外场 它不闷脚 这一点的话 我觉得做的还是比较过关的 接着就是之前在开箱里面提到的 我认为它的后跟收得有点早 当时呢我认为它好像有点隐患 不过呢落实到实战当中的时候 我发现问题不大 虽然说整双鞋 它的鞋面强度是绝对够用的 不过呢我认为它在一些特定的区域 可能还不是做的那么合理 初体验下来呢 确实这双鞋 我觉得就像我开头讲的 因为它真的太稳了 所以呢导致我 没有第一时间就穿它去实战 不过呢确实这双鞋呢 我觉得它就是一个卖货的水准 你选择它你大概率不会犯错 加上呢又有欧文这么一个球星去加持 甚至我会认为可能就在这么一两年 狂潮系列即将赶得上 或者说它应该是对标成功预帅团队系列了